我們現在做了一位姐姐 還有目前唯一的哥哥 謝謝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是我們社工的同仁來辦理的 這個活動基本上要是說所謂遇見幸福 好像是說要改善我們所謂在著者心理裡面的一些 不管是什麼睡眠、失眠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、心趣的問題 或者是死於不正之類的 造成一個人的心理上面的不舒服 但是我是覺得有些課程不見得是因為 有這些症狀的長者來參加 其實在於這個每一個來參加課程的長者 如果我是一個身心健全、熱心開朗的 我聽到這個課程之後 我不但可以增進我自己的免疫效果 我也可以去影響到其他 我們一起在家區裡面一起生活的其他的長輩和同仁 對不對 各位阿姨各位姐姐我講一個道理 藉由這樣的一個智能的增長 你不但可以避免你自己有這樣的情緒上面的一個不舒服 而且你還可以去影響到別人 我想這就是活動的這個重要性的目的性在這邊 那我們今天從這個 今天一直到5月26日後 我們總共有六堂課嘛 來 胡阿姨 來 請坐 六堂課 我相信這些課程一定可以帶給我們在座的姐姐 還有各位馬姨會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來改善自己怎麼樣對心情上面能夠做最好的管理 我相信這個課程一定對各位有非常好的幫助 我們常常講說這個活到了學到了 學習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我相信 藉由我們這個 今天的年薪的小伙子 一定可以帶給在座的各位 我們同家的這個姐姐跟哥哥 有一個很快樂的課程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以來掌聲給我們這些老師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